现在各地电视台的竞争也很激烈 因为咱们的观众越来越见多识广了 怎么办呢 请看 小S永远是一大亮点 节目中小S见了男星几乎都要吃上男人的豆腐 摸胸八一 搂抱样样精通 老的少的全都不去 甚至天王刘德华都逃脱不了小S的魔爪 双手搂住其脖子 面露隐翼 刘德华虽然表情尴尬 但也只能够就饭 还有一向腼腆的吴建豪也被小S占尽了便宜 不管再怎样拒绝 吴建豪还是漏点了 《天天大连线》是由吴松县领军主持的台湾大尺度综艺节目 其中一期节目中 栏目组上演男星文凶十女人的戏码 这让人不禁脸红心跳 只可惜脸红的仅仅是观众而言 嘉宾们却乐在其中 更扯的是 他们找来白发老人在录制现场大跳钢管我 种种特写大尺度镜头让人溜汗不止 泪流满面啊 再来说个尺度更大的 内地综艺节目魅力研习社 他们在节目中让嫩魔身着身厘暴乳装 二人一组兄对兄夹球做游戏 行程过程中更是要给足了胸部特写 男嘉宾还用不同道具在女嘉宾身体不同部位进行测试 试图找到女嘉宾身体上最敏感的部位 夸张的尺度如同日本AD 简直达到了中国综艺节目史上前无古人的地步 面对各类大尺度综艺前铺后继而来 小编表示节操一岁 中文字幕里面